人们将自身的气运归结于上天的安排,逢年过节,要向各路神佛祈求庇佑,也要对已故亲人嘱托一番,倘若在天有灵,则请保佑一二,从科学角度来说,这是一种心理安慰,从玄学角度来说,这是一种祈福,人人都抱着宁可信其有,不可信其无的心态,去求神保佑自己,总的来看。 运气这个东西大概是均等的,没运不会一直持续,好运也不会接二连三,更多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是平静的,各自的人生之路各有千秋,人到底能否逆天改命,若改命也算一种命运。 那么,当下的命运自然可以改变,你总不能坐在家里,等着好事上门,想行好运,就要对自己的人生保持积极,纵使生活有千般苦难,亦需砥砺前行,否则你永远只能眼红别人的成功,运势作为一个人气运的综合体现, 其取决于个人的性格,行为,做出环境,以及精气神等等。 想要改运就要在这些方面下功夫,保持热情,保持主动,反之梅运将悄然而至,未来三年,这六种人会走梅运,希望没有你,目光短浅,没有危机意识的人,人的眼光决定了他的人生层次。 有的人即便出身寒微,也能胸怀大志,有的人虽起点颇高,但奈何他自己不争那一口气,目光长远的人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,他们仿佛站在一个常人不及的高度,能对未来发生的事做出自己的预测,从而能先手抓住机会,同时也能先手规避风险,这类人往往是一个群体中的领头羊, 作为领导者带领团队在激烈的大环境下竞争,最终达成不错的成绩,而相反的,目光短浅的人注定一生都会活在别人的光辉下,跟在别人后面谋求生存,始终只能拿到别人吃剩下的利益。 他们只看得到眼皮子底下的利益,最终往往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,目光短浅的人,对这个世界缺乏认知,也缺乏探索欲,他们对社会形势,国际局势毫不关心,只看得到自己眼下的利益,也只关心自身利益。 这样的人到最后,往往也守不住自身利益,生活的危机来源于很多方面,若没有足够的危机意识,迟早会被生活虐得体无完肤, 届时只能妄扬星探,得过且过,不思进取的人,得过且过的人,向来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,他们不思进取,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。 这样的人,始终安于现状,错把自暴自弃,当成按部就班,对于未来的变化,缺乏预判和行动,这种态度,将导致他们,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,处于劣势,失去宝贵的机会,得过且过的人, 常常觉得,面对的困境,就是失不待我,没有积极地对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,缺乏付出和努力,很难取得长期稳定的成功,我们都明白。 在变化为主流的时代,不禁则退是常态,每个人都咬紧牙关,拼命守住以拥有的,全力追求想要的,而不思进取的人们,他们的懒散态度,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,难以在职场中,乃至生活中脱颖而出。 要知道,只有主动求思求变,才能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,不思变通,迂腐守旧的人,当今时代,社会高速发展,人们的生活方式,工作形式等等,都在不断变化,一批人走在时代前列,不断谋求未来世界建设,一批人紧跟其后,享受到新时代的大把红利,而还有一批人,不思变通,迂腐守旧。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,都已经与时代脱轨,视为一代人之悲哀,一代人之于腐,举个经典例子,武剧时代的到来,让互联网发展,乘上了高速列车,商用,民用武剧技术,让人们与世界联通的速度成倍提升。 然而却有一些愚昧市民认为,武剧激战于人有害,千方百计的阻挠激战建设,可谓名玩不灵。 究其原因,一是有小人在吹耳旁风,二是认知的匮乏,思维的守旧,总安于现状而没有大局观。 三年,时代又将产生更迭,科技技术又将迎来革新,始终保持守旧思想。 错过一个又一个三年,那么机会就不再来了,社会现实不会单独怜悯谁,跟不上节奏,自然就会被淘汰。 因寻守旧,终将让其吃到苦头,怨天尤人,牢骚满腹的人,怨天尤人的人,只会对现状表达不满和抱怨,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原因,对待问题缺乏积极的态度。 这种消极的心态,会将他们局限在固定的思维模式中,措施改变和成长的机会,他们往往陷入恶性循环,不愿承担责任,只会抱怨社会的不公平,自己的时运不济,这样的人只看到别人的光鲜。 看不到他们背后的努力,认为别人的成功,只是运气比自己好而已,然后便开始自怨自艾,牢骚满腹,然而,事物的发展往往是不确定和变化的,即使面临困境,我们也应该积极地去寻找解决办法,而不是一味地抱怨。 有人说,我们虽不能改变风向,但可以调整风帆,这是及时调整的选择与智慧,因此,我们应该积极地寻找解决之道,而不是只会停在原地,怨天尤人,道德败坏,忘记初心的人,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,反过来说,是朽木到哪儿都是废柴。 不忘初心,方德始终,有时候我们能从一开始,就看出,一个人最后会不会变坏,内心邪恶的种子会被掩盖,但却不能消除,人在特定的环境下,暴露出来的本性是可怕的,当一个人开始道德败坏,忘记初心,没运也就开始了,人生如戏,唱得好无坏,全靠个人,但戏一开场,就不能停下。 仿佛人一旦走上背离道德法律这条路,就再也难以回头,多少贪官污吏在监狱里忏悔不已,他们都怀着炽热的心进入官场,最后却忘了初心,善恶到头中有报,只争来早雨来迟,道德法律的红线永远是不能触碰的, 坠入监狱的人大多都有一个共同点,怀揣侥幸心理,总觉得自己能笑到最后,其实世间因果循环是难以打破的,报应的到来总是突然的,他也许就在明天,后天,所谓不做亏心事,不怕鬼敲门,守住底线心才能安,夜郎自大,为我独尊的人。 夜郎自大的人,往往对自己的能力与价值高度自负,不愿意接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,对于批评和反对表现出敏感的情绪,这种态度会使他们在与人交往和合作中遇到困难,很可能被他人厌弃,导致未来受阻, 他们要面与的挑战,是无法真正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关系,缺乏合作和团队精神,一个人的成功,往往需要团队合作和共同努力,而不是个人孤军奋战,这样的人,就算曾经闯出一方天地,也会在唯我独尊的幻境中消耗殆尽,成为龟兔赛跑中的兔子。 让懂得行动的乌龟不断超越,因此,只有保持谦逊和学习的态度,才能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适应新的挑战,让自己有足够的实力,应对不可预知的社会变迁,运势本是说不清道不明的,算命先生能知会一二已是不易,何况你我皆作为普通人,明天的运势如何,也只有把明天过了才知道。 然而总的来说,对生活满怀热情,对人生充满期待的人,运势自然会站到他这边,人生大几十年的光景,你会经历很多很多,也会学到很多很多,没运与好运,就像两个舞者在你的生命中交织演出。 此起彼伏,运气不好不要气馁,重振旗鼓再战一场,好运上门,就要牢牢将其把握,一个人的运势好不好。 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上天决定的,和自己没有半点关系,运势好的时候,如有神助,做什么事都顺风顺水,运势差的时候,倒霉透顶,仿佛做什么都会失败。 其实,一个人有没有好运,不能单凭老天爷决定,真正厉害的人,不会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老天爷身上,祈祷自己能够一夜暴富,一个运势极佳的人,往往自身有可取之处,所以才能逢凶化吉,事实顺利。 在未来三年中,以上这三种人,如不及时调整,将会走上霉运之路,我们希望,自己成为阳光,积极向上的人,以把握机遇,战胜困难,取得成功,只有具备居安思危的心态,和壮志凌云的豪迈,加之坚持不懈的奋斗,和理性睿智的头脑,才能与时俱进,活出精彩的人生。 那些被霉运缠身的人。 可不要再怨天尤人了,与其在别人身上找问题,不如多反思一下自己,总有一天你会明白,你所遭受的一切,其实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,是你整天只知道好吃懒做,所以你失去了进步的可能,是你向来只顾自己的利益,所以你失了人心,是你自己心态不好,所以才总是倒霉。 如果你不想再被霉运纠缠,那就请从现在开始,尽早做出改变,你要知道,人只有改变自己,才能有无限的可能,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,你想要的好运,才会降临到你身上。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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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